南北丝绸之路在喀什交汇 往来西域的人们在这里落脚 古老的商业传统已经延续了数千年 一桩桩生意成就了这座喀什城 埃提卡尔清真寺是喀什的中心 整个城市都围绕着它生长 平时这里有两三千人做礼拜 到了古尔邦节或开斋节 数万人将会聚集在清真寺 多元文化成就了喀什老城 独特的建筑风格 东部延绵的临海地带 让中国与世界相连 西部深入腹地的内陆 让中国靠近更多的邻居 曾经一条向西延展的古丝绸之路 承载了人们对远方所有的激情和想象 今天新疆成为新思路的核心地带 这条道路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重新连接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